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这一期暴力测评的意义所在了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第一项来测试一下它飞行的稳定性 稳的哦 稳的哦 加了一半的水 可以看见它的动力还是很足的 现在起码已经有170毫升的水进去了 继续往里加 卡不住了 哦 等一下 等一下 那我们现在重新来起飞看它是不是正常 没有问题 飞行一切正常 下面这个测试我们来拿它撞气球 够 哦 损伤倒是不大 然后电池舱打开了 OK 下一项测试我们来试一试 用一些东西来砸它干扰它 看它能不能在飞行中保持稳定 哦 这次我集中来砸它的蒋液 我们从少到多慢慢的来 看来还是没有问题啊 完全没有影响啊 重点打击它的蒋液 没有水了 完全不受影响 我们开始下一项挑战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电机力量到底有多大 我这里是一瓶200毫升的纯牛奶 试一下哈 200毫升挑战成功 我们来尝试一下把它绑在机壁上 看一下它机壁能不能带得起这200毫升 尝试一下 下面我们把250克的一瓶饮料挂在它下面 来看一下250毫升能不能挑战成功 好 下一项挑战我们来挑战简讲 普及油减了50%了 其实它能正常飞行说明它的飞控写得非常的好 越到后面这个蒋液是越来越厚 起飞 啊 不行 动力不足 看来这就是它的极限了 拖在测试 它可以识别到自己距离起飞点有多远 然后回到它原来的位置 同时 拖拽对于它的飞行的影响也是非常小的 OK 这一项挑战成功 那么下一个测试呢 我们会用这台全新的Mavic 2 Pro 从上面向下面用它的讲风去吹 看一下能不能稳定的旋停 有一点点抖哦 哇 可以看到Mini 2在这么长的风速上面 旋停的还是可以稳定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发型都被吹乱了 拉去测试 一点我选择了深圳的海边 虽然风一点大 但是249和Mini 2还是稳健的飞到了3公里 此时涂船依旧稳定 电量还剩70%之多 理论上还可以飞更远 不过考虑到飞行安全 而且3公里已经完全够用 我这里选择了返航 好下面我已经把它飞到了空中 在这个树前 给大家撞一下树 看它是什么反应 来 我有点紧张 但是我推了前进杆 好疼啊 好像没有什么损伤 Gb都没有折起来 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正常的起飞 没有问题 继续 OK Go 稳住了 这一次它稳住了 让我们再撞最后一次啊 稳住了 稳住了 好了 经过今天的暴力测评 可以看见Mini 2这台飞机的飞行性能 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这一项撞树呢 基本上所有的无人机都不会简单的挺过去 毕竟炸机是大家都怕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说这也提醒我们 在飞行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四周环境 因为Mini 2在前后左右都是没有避障的 所以说你在测飞或者后飞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有没有相同高度的障碍物 一旦撞上了之后后面的后果就不堪设想 最后一定要留足返航电量 在低电量下一旦出现问题要找回来就更加困难了 OK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不要忘了点赞 投币 收藏 如果你有什么想分享的 欢迎在赞目或者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